那你要傳上去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那個下載的東西 我們的應該是在在下載這邊 比如說我們函數練習題 那假如說你要在那個Google的雲端硬碟上面的 再練習一遍的話 你就直接把這個拖拉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特別注意有個重點 就是在這邊齒輪的地方有沒有 要把它上傳設定 要這個地方要打勾 將以上傳的有沒有 要把它轉換成Google文件格式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勾的話 它就會變成圖檔的樣式 就是開起來的話只是像一個圖一樣 你沒有辦法做編輯 如果你要能夠編輯的話 你要在上傳的之前有沒有 先把它做打勾再傳上去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檔案轉換成Google的試算表 才可以編輯 重點在這裡 我一般好像坊間比較少提到 因為我每天都在用 而且我覺得這很好用 而且又免錢 OK 不收錢的 所以你會發現Google怎麼這麼厲害 什麼都不收錢 但是卻可以賺這麼多錢 這才是厲害的地方 如果你可以悟透這一點的話 相信大家也會變有錢 那什麼都不收錢 但是可以賺很多錢 去年好像賺了一千多億美金吧 好像毛利有六成多 不像台灣那個硬體產業 毛三道士已經算多了 不要像紅機好像今年都賠太多錢了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打勾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直接拖拉 特別注意 拖拉的時候它會出現這個 放開 然後上傳 並共用 就可以了 就傳上去了 特別注意這個拖拉放的動作 目前我試過 只限於用Google瀏覽器 所以如果你用IE 像有同學就問說 老師你為什麼弄那麼順 那為什麼我怎麼弄都不順呢 因為你用 我一看你用IE瀏覽器不行 因為IE瀏覽器是微軟的 然後Google瀏覽器是Google Google是算表示Google 所以Google跟Google就match 那微軟的東西就跟Google的不太match OK 所以記得啦 反正我是覺得這個就是一個習慣問題 我跟Google一點關係沒有 可是我覺得它目前東西還不錯 所以你可以把它丟上去 第二步開起來 第三步的話 如果你要test剛剛的動作 其實差別就是沒有插入函數